我们有联系 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吵架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这样去做吗 我们只是QQ上联系 QQ上联系 那你说的话是哪些话 刚好是你在你生日那天 我想你了 我去看你的空间 发现了你跟他的留言 他跟他前男友留的是什么内容 我们听听看到底是正常的 只是因为你的遐想 还是说 非常的不正常 他是这样的 亲爱的 谁叫谁亲爱的 他叫他的前男友 他说亲爱的 我心里还爱着你 但是呢 因为时间不能倒流了 我希望你幸福 我永远爱你 侠侠 非常喜欢你跟我做的MTV 就是一张相片 加了一首歌 然后的话 还有一类似的 说过一 反正一些话的话 说的 当时我看的话 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那天过生日 我跟他发了一条信息 但是他从来不会证明 回答我的问题 从来只全都会逃避 你问了什么问题 我问发力信息 是这么说 我说 你这一辈子 最爱的人是谁 你这一辈子 双下最深的人是谁 你这一辈子 最需要弥补的人是谁 你希望他的回答 都是你吗 不是 我可以帮他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这辈子 最爱的人 是他的初恋男友 那个网恋 初恋男友 对 那么他这辈子的 他最需要弥补的人 也许可能是我 刷下最深的人呢 那就是 我可能我们三个男的都有 你是看完了他的空间 才问的 空间过后才问的 当时我心里面 确实堵得慌 问完这个问题 他逃避了 他也没有到 今天他也没回答 我也没去追究了 小霞你生日的时候 确实是跟 前男友表态 你还是爱着他 只是现在 回不到过去 你们都各自有生活 对 都是过去的事情嘛 但是心里面 还是说心里面的话 那个是 是 他 五一 网站里面 他只是说 他现在成家了 但是他的回忆 还是把那个五一 留给我们以前的那个 那你就应该 说这样的话吗 跟他 然后他 我跟他以前 照过有那个大头铁嘛 他把那大头铁 做的那个MV嘛 然后写的那些字 我看了还是挺感动的 我就这样子 留了下眼 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一个 内心里面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小空间 他问你的那三个问题 你心里有答案吗 他今天说这个事 我的现在还在回忆 那个时候 有没有这回事 你忘了 不记得 他说起来 我肯定就想起来了 但是我也没有太 我不知道回了你 还是没回他 你爱他吗 我对他最多的是依赖 当主持人提起 是否还爱着眼前 这个男人的时候 小林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而小林的一句依赖 又恰恰反映了 这段婚姻的真实现状 2009年年初 正当小林排阀 与上一段感情纠葛时 小段及时出现 而正是她的出现 让这个19岁的女孩 再一次体会到了 被呵护的感觉 然后她对我的好 那些 我觉得这个男的 可以过日子的那种 我心里有什么好 那些人 我还能够 让她在什么 那种 我还是想说 这个女孩 就是 它是 你 为我 这种男孩 对了 这种女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